卡米拉王后黛玉寒酸,取消九名贴身女官伺候,排场还没有凯特大,俗话说明不正言不顺,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,卡米拉终于有了上位的机会,但是大众却很不认可她,人美心善的戴安娜,香香郁郁,英国王后反倒是个恶毒女配,相信谁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 卡米拉王后的待遇真是寒酸,取消九名贴身女官伺候,排场居然还没有凯特王妃大,看来王室高层拎得轻,虽然给了卡米拉王后的名分,但是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,伊丽莎白女王一生兢兢业业,身边也有不少朋友围绕,是英国王室的灵魂人物。 不少工作人员都很感激女王,给了自己指点和建议,是一股温暖的力量。 根据英国媒体统计,女王大约由九位贴身高级女官都除成了闺中密友。 从女王的葬礼也能看出,九位女官全部出席,依依不舍送蝶这位老者。 英国王室一直有这项传统,女王或者王后身边,总是会配备高级女官。 但是到了卡米拉治理,却戛然而止,王室取消了女官制度,也不会有人贴身侍奉卡米拉。 她们可不是普通的宫女,学名为首席女兵相,全部都得名门前金。 王室将她们精挑戏选出来,终生为伊丽莎白服务,因此积累了深厚的感情。 其中最著名的贴身女官就是苏珊贺希女士,她已经83岁高龄,是女王最信任的工作人员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苏珊女士进入白金汉宫,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重用。 去年菲利普亲王过世的时候,苏珊女士跟女王乘坐一辆浴车,可见她们关系有多好。 由于深得女王的信任,苏珊是查尔斯王子的伴娘,并且还是威廉王子的教母。 除了苏珊女士之外,还有很多类似的高级女官,为伊丽莎白女王提高各式各样的服务。 听到女王过世的消息,83岁高龄的苏珊女士,悲痛欲绝,在葬礼现场,以时泪眼婆娑。 74岁的卡米拉,虽然拥有王后的名分,但是实际待遇真是寒酸,跟女王根本没法比。 王室专家马林科尼西透露,即使卡米拉行过册封礼,身边也没有资格拥有女官。 卡米拉嫁入王室17年,由于名声不好备受打压,身份也只是半非。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,卡米拉成为康沃尔公爵夫人之后,身边只有一位名叫吉拉麦克马努斯的秘书,待遇真是寒酸至极。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,英国贵族圈层都不喜欢卡米拉,更不愿意当她身边的女官。 因此,这像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,到了卡米拉这里直接被废除,王室其他待遇也是直线下滑。 除了现代社会的影响外,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愿意接受卡米拉,认为她根本不配当大英帝国的王后。 因此所有名门千金都不愿意入宫,更不想跟卡米拉扯上关系。 除了伊丽莎白女王之外,戴安娜王妃和凯特王妃都拥有侍女。 然而卡米拉却无人问津,就是查尔斯把她宠上天,以终究难登大雅之堂。 网上之前流传过这样一张照片,卡米拉居然要给凯特行屈膝里,实在是令人诧异。 虽然自己是长辈,但是当时卡米拉的身份是伴妃,而且远远没有凯特王妃尊贵。 这个王后真是当的憋屈,身边的贴身女官都被取消,只拥有一个秘书。 查尔斯国王上位后宣布要荆检王室,因此卡米拉即使封后,也不可能搞很大的阵仗。 当然卡米拉是个是大体的人,折服了17年才当上王后,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跟王室闹翻。 查尔斯深爱自己的妻子,在登基演讲中赞不绝口,给了卡米拉极大的精神鼓舞。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,卡米拉现在已经拥有殿下的头衔,只是王室待遇缩减了不少。 即使被册封为英王后,也不会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风光,身份充其量只是君主配偶。 查尔斯国王现在已经年迈,把很多权力都交给了威廉,大儿子才是王室未来的希望。 目前,威廉已经拥有摄政权,可以主持书密院会议,签署文件,地位相当于临时君主。 反观卡米拉退居二线,只是个吉祥物一样的存在,待遇和支持率甚至不如凯特王妃。 如果查尔斯先走一步,那么等待卡米拉的是悲惨的人生,威廉和哈利都不会善罢甘休。